平时有作品,哪怕不是咱们这个课商的安律作品 也应该积极的交上来 平时画过什么画 想要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见解 咱都可以拿出来的 对吧 这样咱看了之后,咱才有一个正确的道路 咱能继续去学习 好,下面咱们来看这个课商导学 今天咱们依然是学习这个大赤福的山水 比上昨天那个还要大很多 咱要学会处理这个色调的布局 因为浅匠啊 浅匠是以一种以者氏为主的颜色 包括一些会调一些这种花青啊 或者是藤黄啊,少量的 以者氏为主的这么样的一个颜色 这在古画中,从黄公望那开始 甚至黄公望之前那个浅选 他就已经发明出了这种浅匠色了 然后咱们这个目的 学会浅匠山水的表现方法 老师再提醒大家一遍啊 课堂上的作业 咱一定要上出这M站 老师会给大家点评的 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咱们这个课程流程 今天这个课程流程 更加的简单了 案例分析和实操练习 今天咱们这个事物观察 甚至欣赏都没有了 因为咱们呢 基本上属于创作了 紧接着咱来看一下 咱们今天的这幅画 好,今天这幅画 淡烟流水 划平优 旁边老师这个需要准备的材料 没给大家写上 而是写上一个这个 我给大家念一遍 浅降山水 特点就是这个素雅 清淡 就是它比较淡 不是很重 明快 透彻 在这个水墨勾勒村染的基础上 注意哈 水墨勾勒村染 这是很重点的地方 必须得画够了 才能上色 辐射以以辙事为主的 这种淡彩深水画 但是底下还有一句 那就是笔墨仍为画面 这个状物 这个构型的这个基础 就是画面有什么 主要咱还是以笔墨来画 墨色足厚 略是淡彩 韩利同学 说这是第一次跟老师直播课 之前二十多节课 都没有跟老师 这个直播互动吗 是不是很忙啊 行 那看一下前面这个画面 很大很长 画风也比较的接地气 就比较适合咱家里挂的那种 前边是一块 前面这个山石 整体上 它这个体量是比较宽的 对吧 接近已经到了咱这个画面的最右侧了 从左边开始 越过这个中线 中线偏上一点 画面这个中间 这里有两棵松树 比较高大 底下都是层层叠叠 上下交错的 这种点叶树 就是咱们经常熟悉的点叶树 上面一层 两座房子 对吧 两座房子后面还有成片成片的树 这里有一座小船 小船周围都是那种非常辽阔的江水 这个江水有一个室 什么叫室啊 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室是从这个瀑布这里下来的 瀑布下来之后底下要留摆 所以说画的时候水分一定得少 不然的话 瀑布跟底下这留的一片空间 没有了 然后这个室顺势而下 瀑布到了这个已经遮住了 咱看不见 落到水里之后 它流了出来 对吧 从这里流出来了 流出来跨过这成片的流白的江水 然后到了远处去 转了几个弯 走了 这种就是山水画中的这个是 这种在这种大尺幅的山水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画过很多巨幅创作 比这个还要大很多 这种是画面中的第一要义 就是咱这个构图 一定要有这个是 就一个字 一个踢手 右边那个就那个势力的是 能明白吗 山势 姿势的是 那上面呢 也是咱用到的 经常会使用的一些中锋勾线 然后一些中锋的匹麻村 还有包含有一些折袋村 主要都是以这种线条为基础的这种村法 我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明白 主要是以线条来村出来的 所以说咱们这幅画呢 比较适合这种浅降色 比较淡雅 好 那整个画面也是依照这种近时远虚的这种画法来的 前面画的但比较仔细 后面呢 聊聊几笔 包括上面这个云雾 这个云呢 上面是用了一点点的这个 主标色 然后掺了一些这个 呃 折石 加了一点点淡漠 由近几远 一点一点远去的 同学们注意哈 在这个远处这个云霞 然后这个远山这一方面呢 同学可以用这个 朱砂来代替主标 可以用朱砂来代替这个 依照自己同学们的喜欢 如果想让自己的画面 变得稍微的偏一点红色 咱可以用一点朱砂色 好吗 这个咱不多做这个要求了 好 那现在老师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什么是浅凉山水 然后呢 咱这一幅画到底是怎么画的 肤色比较淡雅 用了一些这种枝绿 那这个位置哈 这是枝绿色加点花青 枝绿是什么 还记得吗 就是花青加藤黄 藤黄的量 非常非常的少 主要还是偏花青的蓝色的 但是它里边是用了一些藤黄的 如果直接用花青 这个蓝色太生硬 不好 像这种直接用花青 就是远处这个小房子 这个房顶 咱用的是这个纯花青 好 话不多说 咱们要准备切换镜头了 同学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哇 咱们这个画面很辽阔对吧 很宽敞 好 同学们咱来介绍一下 今天在用到这个材料哈 四种颜色 花青藤黄 褶石跟猪标这四种 然后呢 两只毛笔 一只是咱们经常会用到的 小号狼号毛笔 另一只也是很熟悉的 这个中号的尖号毛笔 但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咱主要是用这个中号的尖号毛笔来画的 尺幅很大 所以说需要咱们这个毛笔中 毛笔的所有铺的这个东西 就是咱们这张画纸 因为画面中都没有办法完全去包含它 很长很宽 老师已经把这个画面已经拉到最远了 所以说长度 提前给大家说好 一米 高度55公分 同学们如果有能力用再大的纸 像46尺 那都可以 这幅画呢 都能满足同学们的需求 中间 我用这个铅笔线打了一个十字格 虽然说我并不提倡同学们在画中啊 打这个十字格 因为我觉得会影响咱们同学们这个 教同学们啊 咱先画一个构图小稿 所有的技法内容就是普通的皮麻村 折袋村以及肤色 只不过 尺幅稍微大了点 咱这个 课图稿啊 这件啊 咱就没有了 因为同学们这些技法都是会的 拿出这张小纸来 非常非常小 老师呢 会给大家 仔细的画一个构图小稿来 咱给大家拉的很近 同学们哈 尽量跟着老师来画 因为咱这个 由于这个 咱这个画太大了 同学们呢 没有办法去 那个 仔细的构图 所以这构图小稿很重要 孟灵香同学觉得老师声音很小 跟平常差不多哈 是同学们这边这个 设备可以调大一点声音 觉得老师这个声音有点小吗 没有问题对吧 B写 拿这个小号的这个笔 咱给大家画画构图小稿 仔细的来一遍啊 首先咱打一个十字格 好的 一个十字格 咱就画出来了 现在啊 同学们现在听好 墨色无所谓 咱先定点 从画面左侧的中间偏上一点点 这里是山石这个7笔位置 直到画面中间再偏左一点 在这 这是整个第一块山石这个构造 它分很多层 咱可以勾一下 画的哈 画的哈 可以随性一点 主要是咱这个构图造型 咱得在 这是第一块啊 这是第一块山石 那第二块呢 从山脚下开始向外分 这第二块已经过了中线了对吧 然后整个画面的最右侧到这儿 这是整个前面大山石的一个大块 前面这些小石头呢 有一个高低的变化以及错落关系 能明白吗 比方说在这边呢 可能稍微的矮一点 那再往右 它会稍稍有一个起伏 看这个地方高点 这个地方低点 对吧 我先要看仔细啊 好 那这个就是前面山石这个造型 画完之后 咱开始画第二层 从前边中间这个山石 继续往上分 这是第二层了 继续往右 第二层 第二层上面这就两个小房子 在画面的中间位置 中间咱是靠下 这儿俩小房子 上面有很多树 咱可以稍微代表 不画也行 上面有一些树 画起来很有意思 也很形象 那再往上 这一层已经比较靠近中线的这个位置了 加上上面的树的话 用的是咱们很熟悉的 折袋村 上面有一排小树 这张小的构图小稿 这么看起来好像也挺好看的 对吧 画完了上面这一片之后 咱们继续往上走 从画面中间偏左 大概是上面 左上角这四分之一块的中间偏右一点点 从这儿啊 光敏同学你好 好像没有遇到 好像光敏同学平常没有跟老师互动过 对吧 上面这块山石啊 距离这个山顶 它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好 继续往下 简单的去沟村一下 下面还有一小块 这是在画面的正中心 正中心位置 好 这里呢 也留一个小气口 那继续 画完了之后 这里有个瀑布啊 咱留出来 留一个瀑布的位置 画面的左上角 这里有用中锋线条勾勒出来的 这种匹麻村 稍加一点 点多的稍加一点点 这种横点的这种山石 石块 来晚了 漏听几分钟 完全没有关系 咱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上课 现在刚进到直播店的同学 一定要听好老师的话 咱们这个构图小稿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因为这样方便大家构图 不能跑得太厉害 一张这么大的画 如果同学们这个造型没有把握好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画完之后 整个画面的右侧 中间偏下一点点 咱们开始画这一层 画完这一层之后 现在往左上看 就这个位置 右一层 这里老师用的笔墨 没有太多的浓淡变化 但是咱在画的时候 一层一层越来越淡 同学们这个道理能明白 对吧 好的 然后再一层 这一层就是很远的远山了 上面云雾 同学们咱再去画就可以了 基本上今天这个画 就是这样的造型 同学们可以理解咱们这个山势 这个理解这个意思吗 同学们看一下 整体的画面这个水 同学们现在不用跟着老实话了 从这开始 瀑布下来 落到水里 往下流 到了这一片湖面 转过去 走过来 蜿蜒曲折 走 河水就是这么走的 整个贯穿了咱们的整个画面 好 能明白吧 同学们看好 这一张纸 这节课和咱下星期的第一节课 咱都要用得着的 咱们需要造型 同学们 拿到一边去 可以了 好 同学们把张好 下面咱要把咱这个打画给拿出来了 打纸 很大 所以说老师先容老师这么几秒钟时间 咱先把这个桌子给收拾收拾 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开始画画 好的 现在同学们应该能看到 老师的这个画面的左下角了 对吧 咱这是左下角 把距离拉得远一点 整个左侧1% 同学们可以看到 老师在这画的这个铅笔线吗 没有问题 现在咱把上面这幅画给大家挪一挪 挪到这个不太碍事的位置 放到这吧 起笔 拿出咱们这支中号的尖号毛笔 如果同学们没有剪好毛笔的话 尽量的用一个大笔 稍微的大点的 朗号也行 尽量的大点 然后咱要储存一些多的水分 毛笔 沾一点点的中末 然后再沾点水 今天老师 咱可以站着画 但是现在没有必要 老师用的这个纸比三尺稍微大一点点 比三尺还要大一点 咱们开始吧 画面的这是中线 中线往上大概是有三指的距离 咱从这里点一个点 从这里点一个点 然后一笔咱画下来 尽量的用中锋 这样的 然后再调墨 第二层 哪面是正面是什么意思 谢悦平同学 这个升圈纸没有反正面 它可能这个 两面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 但是对于升圈纸来说 它这两面的效果 其实是差距不大的 用哪面都行 再往下 到哪呢 第一层需要用到咱这个画面底部 在中间偏左 这样一块 老师没有办法用手来比对了 因为咱那个手大小不一样 同学们 用咱这个眼睛 用这个普通观感来看一下 它是从左上斜着向右下的 其实也挺寒长淋漓的 对吧 那咱继续画 继续构图 第二层 从这开始 下面 再沾点水 还记不记得咱们上一节课 老师不停的强调那件事 就是咱这个幽默呀 有变化 不要紧张哈 虽然说咱们这一节课 相对来说比较大 但是没有昨天那一节课 那么难 没有那么有深度的 第三层 再往下 这边要直接过中线了 这里有一个铅笔线 这是画面的正中心 这一块也就是50公分 好的 画好这些 咱先不拉近这个距离的 咱们把里面这种村法也画上 里边同样是轮廓线 但右墨要比这一层 稍微的淡那么一点点 同学们听好 淡一点点 从这个位置 中间开始 再沾点水 再沾点水 上面有几块小石头 好 再来一层 同学们画的这个石块的结构 以及这个大体的造型 是可以跟老师有出入的 没有必要跟我一模一样 咱这个整体的大造型 差不多就可以了 咱已经到了创作阶段了 就不要 就一定要几年地画出自己这个风格来 比方说老师我喜欢画点重的 那你就多用重墨 我喜欢画淡的 那咱就多用淡墨 但是有一点要求 层次必须得分开 这是必须的 先哲同学 想让老师拉远 看看全景 对吧 那现在老师已经 把这个镜头距离 已经拉到最远了 已经拉到最远了 在这打的有十字格 能明白吧 现在等待画完之后 老师会让大家看到 咱最后画成什么样子的 继续往上 这种线勾得有点像 咱们之前学到的 这个折代村 对不对 同学们不要感到很疑惑 毕竟不管多大的画 毕竟不管多大画 但都是从这种一点一点的 去累积起来的 而且因为尺幅过大 直接拉得特别短的距离 同学们看不清老师在干什么了 好 继续画 好 勾完了轮廓线之后 咱再调一点点淡墨 开始画咱这个 匹麻村 现在由于用到这种比较淡的笔墨了 咱们就需要准备出擦笔纸 就是上一次上课有同学说 老师拿的这个东西好像一头蒜 咱把它拿出来 调一点干的笔墨 从这开始 有浓有淡 看如果老师把这个镜头拉得太远的话 同学们就完全看不到老师是怎么画出来的了 用墨层次要丰富 然后整体偏的淡一点 对于墨的掌控 同学们一定要再注意一下 因为今天咱们用的是尖好毛笔 尖好毛笔 外边包了一层羊毛 也就是这个羊毛 吸水性是很足的 经常咱们同学们第一次画大画 经常会把水弄得很多 好 如果同学们想看老师画的话 那也是完全可以的 咱们课下可以去画 老师比较崇尚这种课上积极提问 然后课下思考 再去画咱们这个案例的这种学习方法 其实效率是很高的 好 看老师用的这个笔墨 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 对不对 相对来说比较淡 再用弹幕一层一层的向下画 今天咱们这一堂课 一定不要着急 尺幅很大 咱们分两节课 也就是四个小时来画完 又干又淡的这种笔墨 咱尽量是多用 这种是在咱们这个专业领域 是非常高级的这种笔墨用法 多画几层立马会显示出它这个非常丰富的层次 上面 继续一层层的往上加 用了一层淡墨之后 咱再用点稍重的墨色 加第二遍 层次立马就凸显出来了 在一开始画这个匹麻村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不要觉得 我觉得我画出来怎么毛毛草草的 跟咱们这个画相比 我觉得它不够精致 没关系 对于起到画面这种空间 以及它这个真实这种感觉的 主要还是在咱们一会儿画的树上面 一会儿这块大石头上面加了树 整体会变得很漂亮 韩伯卿同学说刚进来 不要着急 咱们今天这幅画要用两节课来画 进来之后就认真听讲 哪里不会就直接提出来 墨烧干了之后 轮廓线不重了 再拿稍重的墨色 咱再加一遍 这样就很漂亮了 再调淡墨 从这边开始往下画 下面 用淡墨分几层 画出这种大山石层层叠叠的感觉来 这很重要 最下面这一层 咱这个毛笔如果很干的时候 咱可以用一点点这种散风 石头贵同学问了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咱这个南方北方的山石区别 有区别 但是所有的村法都能用吗 那当然不是了 南方的山石和北方的山石 甚至不同的省市 不同的地貌 咱都是用不同的村法来画的 比方说我个人对这个太行山 是比较有研究的 太行山就非常适合用这种 俯批和折袋去画 然后还有这种像 宜蒙山 像那种丘陵地带 像是南方的丘陵地貌 有很多这种山石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尤其南方的同学朋友们 山上跟长了 像馒头长了绿毛一样 一层层很缓 但是树非常的密集 看不见山石 像这种就比较适合 咱们这种匹麻村去画 大家应该都见过吧 去过南方 很多这种丘陵地貌 尤其南方气候非常好 比较水润 水分 这个降水很丰沛 画这个山上 这个植被特别的茂盛 根本就看不见石头 像匹麻村 解锁村 就非常适合 好 咱们把这一块画完了之后 不要停 这里还有 调一点点淡墨 干干的 一杯茶同学 跟大家分享一下秦岭比较适合的这种村法 像秦岭 尤其是陕西那一边 像华山 老师给大家讲过 比较适合这种荷叶 这种匹麻村都很合适 越是大画 咱们这个心态就一定要沉稳 千万不能一笔下去 突然画坏了 因为咱这个国画 那山水是不好改动的 好 先暂时画到这里 咱们把镜头去拉近一下 看老师教给大家怎么画这上面这种树 好 咱们把这个墨盘放到这儿 同学们看清啊 调一点重墨 哦 黄山 黄山实际上 老师用的笔很大 因为咱这个画太大了 老师用的笔是中号的这个 尖号毛笔 笔封很长 接近三公分 并不小 黄山这个地方 风景非常的美 也比较适合写生 但是那个环境不太允许 因为我去过那个黄山的时候 去了一个星期 下雨下了五六天 不大好拿出这个画纸来等等 适合拍点照片 因为黄山就画它这个松树啊 云海啊等等 它这个山石块都比较怪异 比较适合在这种沟线呢 用一些这种比较怪异的存法 像那种笔封村 其实就挺合适的 其实挺适合腐皮村的 我觉得黄山 不要看它没有这么多 因为黄山长得非常的险峻 比较适合一些灵活的存法 好咱们呢继续往右 这里有一个双钩的树 双钩的 旁边再画一点 看啊越是大画 咱越把这种细节给它抠出来 整个画面非常耐看 想跟着老师一起画 画两笔跟不上了 对吧 跟不上了 咱就向老师来提问问题 咱们在这里呢 看老师画画 聊聊天 学习些东西 课下的时候一点一点把它补完 好 画上这一层树干之后 先用点淡墨 调一点点淡墨 用这种横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用这种煎毫毛笔来画横点的 很好用 我觉得 因为它这个水分储存的储存量比较大 画起来很流畅 看同学们 真的 看这种大画 大的山水画 真的就是画的这么大刀阔斧吗 其实未必 咱这个国画中呢 其实有一个不成文的一句话 就是山水讲究小笔画大画 花鸟讲究大笔画小画 还有这个表画框的时候 大画适合小着表 就是咱这种持股比较大的2米上的画 框子一般都是紧着咱这个画面去装表的 但是小画就要大表 比方说这种二三十公分的小画 咱可能会盯一个这种半米的大框子 这样会有一个反差 就是咱们这种艺术效果吧 很好看的 点了一层 稍微淡了一点的墨色 咱再加点 中墨在里面 老师画的这肯定是写一画 要公比的话 咱得用熟旋 也就是咱最后的两节课 老师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 同学们应该对千里江山图都非常感兴趣 咱们最后一节课 就用这种千里江山图的画法 交给同学们画那种非常非常非常精致的大清旅山水画 是非常古典的 画起来很精致很漂亮 画的那个山石那个村法 那线条都跟头发丝一样 非常的精 也是分两节 站着中墨 从底下 画完了树不行在底下的点太点呢 用这种比较大的横点来表现 是的 小写一 没错 现在同学们看好如何把这一片树分层次 咱们就再调一点更淡的墨色 干一点哈 在这一层树的上边 看到没有很淡的一层对吧 加在后面 立竿见影的效果小细节哈 在大画中小细节很关键 画出这种一层树林层层叠叠的感觉 剩下的咱把画面转移到上方 往上看 往上看 到这儿 这一层是有两棵树的 而且这两棵树啊 体积是比较大的 调一点点 调一点点重墨 从这儿往上 用单勾的方式画出这个松树的树干和树枝 这是松树 大家看为什么要在远山的这种大的画面中 画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树 而不是画大的呢 这是因为整个画面属于一个大圆景 属于一个大圆景啊 同学们 这种大圆景在画这种树呢 会有一种剪影的感觉 比方说咱离得很远 会有剪影的感觉 那第二棵在旁边 画树干 今天这节 今天这节课老师推荐用很深的圣圈纸 因为很大呀 在这一笔墨色下去之后 可以吃到这个画面中 会吃进去 如果用半生熟的话 反而不好出效果 因为尺幅太大了 用这种生圈咱画的更加大气 好 立干之后 差不多的这种墨色 跟刚刚这个墨色 是差不多一个水平的 再调点重的 加一些松针在里面 顺着树枝去画 老师平时画画 都是用这种很小的狼嚎毛笔 但是这个不能要求同学们 必须用什么样的毛笔啊 因为个人习惯真的差距很大 我不能严格的要求同学们 但必须得用什么样的毛笔 对毛笔这个因人而异 有很多同学喜欢用尖好 有很多同学喜欢用狼好 甚至有很多同学喜欢用狼好 不同的画家画法都不太一样 这种松针没有必要勾得非常仔细 好 那剩下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直接把这些松针在这个松织上 勾完 好 勾完之后往旁边还有这种远处的这种树 先离干 一层一层的 继续往下 旁边会有一颗比较重的单钩的 单钩的双钩的都有 上面也是有一些很小的这种小树 这些树夹在画面中 会非常的显眼好看 丰富画面大画不怕丰富 画的越往里画越深入 这幅画就越精彩 宣纸 我在画画的时候 从来不在乎它的正反面 因为其实效果差不多 如果是真的生宣纸的话 效果没有太大区别 今天好像也是老师为数不多的用宣纸 教同学们画画 对不对 很多同学可能还觉得 老师我用这个宣纸 是不是跟您用的这个卡纸 画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 其实看老师画的 其实是一样的 都一样 而且宣纸这个孕染效果会更好 是远超卡纸的 是远超卡纸的 等等问题都迎人而解 这不怕的 点上树叶 再画一些淡的 浓淡干湿 就是交相会硬 刚刚老师给同学们讲浅降山水的时候 已经跟同学们说的比较明白了 对吧 现在还有同学刚进直播间 再跟大家说一下 浅降是咱这个笔墨的线条 勾勒非常非常 严谨仔细精致之后 再去复色的一种画法 所以说 虽说这是浅降山水 但是最重要的依然是笔墨 这是肯定的 当然大清绿 可能颜色的比例更高一些 颜色更重要一点 但在浅降中 更重要的依然是墨色 颜色只是个辅助作用 好 打太脸 再把镜头距离拉远一些 用一些重的墨点 却点在山石的结构线处 半糖主义同学问的老师这个墨枝是吧 墨枝用普通的这种墨枝就可以像红星的 像那个曹速公 还有那种伊德格云头燕都挺好用的 墨色干了之后这很正常 因为干了之后都比较淡 老师也这样 你看干了之后这地方也比较淡了 咱就不停的去加重 因为墨是带水的 水它自然会有给一种给画面加深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辅助效果 干了之后变会变淡 那咱就一层一层的去加效果就好了 如果同学们自己有耐心还有这种想法的话 其实老师是比较推荐自己研墨的 研出来的墨都是非常好的 墨色这个层次区分的很清晰 尤其是领古画的时候 好不要怕麻烦 咱继续点点 结构处多点一下 结构线不明显随时去填补一下不就好了吗 谁也没有要求咱同学们必须得一次性画出来 中华上下五千年画画就从来没有这个说法 就是咱画山水必须得一口气画下来 就不能改 不能再补 那没这个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潘天寿先生是吧 这是咱们这个著名的大写议画鸟画家 他就比较喜欢改自己的画面 就是已经画的差不多了 他要自己再去修改 甚至很多章 比方说我在这里抠了一个章 我觉得我不满意 他会把他这个章再抠下来 然后贴到别的地方去 像咱们这种大师他都会修改 咱画画的时候 为什么非得一起合成呢 不停的去往里加 不停的去深入 不停的去改 这才是对的 现在老师呢 又把咱这种已经干了的这种轮廓线 再一次的画了几下 可以啊一杯茶 同学如果咱村的这个线条 由于其实外轮廓线 画完之后突然觉得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这个线不够重了 找不着了 再去勾一遍 加强一下 看老师在这个地方加了一笔 很明显了对吧 是很明显的 立马就把这个结构重新再显露出来 初学者我比较推荐油烟 这个墨汁哈 油烟墨就可以 松烟墨 嗯 不多 我觉得 而且油烟墨比较偏亮 而松烟比较发灰 这个是真的哈 当然上好的松烟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 墨块贵的那真是无价 很贵很贵 同学平时用就用这种油烟墨就行 好这边加一下 再用这种侧风 同学们看好了 老师用的是侧风 把咱画的披麻村 再用侧风擦一下 整个山市很苍茫的感觉 嗯 咱们就画出来了吗 然后啊 再用一点点 这种弹幕 点在画面的后方 就点点弹幕的点子 很深入 看咱这一张画 就这么小小的一块 近景山市 咱画了这是多少遍呢 画完之后 跟刚刚勾完线比 差距很大对吧 很丰富 很漂亮 这个同学们哈 刻下画的时候 沉住气 一点一点把它画出来 把它留着 这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好的 那下面 咱把这个画面往右侧 拉拽一下 向上一提 露出咱这个画面的底部 沾一点点的重墨 从这里一条 往下 远上的顶部 咱再加点重墨 这两个墨盘小心啊 同学们如果放在这个纸上的时候 一定得小心 别让这个重墨打翻 会把咱这个画面的其他位置给染了 那就不好办了 老师总是说艺术总是偶然的 但这种偶然的尽量不要发生 这不是偶然 这是意外啊 重墨的墨点 那老师在这个轮廓线上又加了一笔重的 一定要让它凸显出来 好这边 用单勾的这种重墨线画出树干 可以有一些前后的这种摆动啊 不用非得是直的 远山这种远竖 也可以有一点蜿蜒曲折的感觉 增加一些画面的趣味性 干了的远竖 干了的远竖 咱可以加一点重墨进去 这是为什么 这是顺道 再给它加深上一个层次 多加一个层次 而不是仅仅的是为了它黑 好的 下面再沾一点点水啊 把墨色调的淡一点 依然是有横点 咱们今天这个树叶点 由于都比较远 都是远竖 咱都用这种横点来表现就可以 越来越来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加点水 把这种远速燃的整一点点 好的,那下面这一片咱就差不多完成了 咱把画面开始往左拉拽 画出前边的一部分 好,有同学疑问咱这个人物和花鸟 好,是不是咱这个要需要一次性来完成呢? 也不是,其实咱都可以去完善修改的 只不过呢,咱这个山水完善的这个程度 比他们来说 咱可以继续去画这个程度更高一点 因为咱是一层一层累加的 尤其像激墨这种画法 上一节课有同学跟大家说了 老师这是不是激墨法呀 对,激墨这种技法一般就是在山水中会有 一层层往上加 好,继续 咱用轮廓线啊,重一点的墨色 开始往右画,画到哪呢? 距离画面大概是有这么一掌 到这儿挺好 画到这个位置 首先前几块这个石头呢 咱可以画的小一点点,矮一点 哎,同学们认真听,认真看 这是同学们期待了好久的大赤幅山水创作 就比较大气的那种 然后下面这一块 都是比较小的 突然会有一个比他们稍高一点的 稍微的高一点点 看没高了一点,对吧 再往上加一层 沾点水 这种沟村虽然是斜着的,同学们看哈 但实际上会有一种折带村的感觉 对不对啊 会有折带村的效果 好的 沟完之后 调淡墨 沟村 用干笔画出这种小石头的结构体积就可以了 注意,墨色层次很重要 看上边咱会留一点点白 对不对啊 直接就把这种石块的体积 用一遍存法 咱就可以解决 咱就可以把它画出来的 下面画,上面留白 看没有很清晰的这种体积感 明暗关系 好 咱把这些石块呢 画完第一遍之后 用干笔再沾一点点重的 在叠这个石块中 画上这两三笔 分一下它们的层次 咱刚是用这种同种墨色来画出来的 然后再加一个层次 不用整齐的画一遍啊 同学们听好 不用整齐的画一遍 聊聊几笔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全可以满足咱们这个画面 那现在 咱用重墨的墨点 在这个石头上打一些胎点 咱第一变态点打的是比较重的对吧 这些比较重的点子 好的,以备查同学老师画完之后 咱们课下把这个老师画的这个半成品 分享给同学们 点完重的墨点之后 涮涮毛笔 咱点点淡的 很仔细对不对 有了重墨点 咱也要有淡墨点 焦香辉硬 任何细节 在这种大画中 是不应放过的 不能说因为大 咱就可以画的潦草啊 不是的 咱画面可以画的随性 但是如果潦草 那这是贬义的 好嘞 继续挪一挪 画完了底下之后 咱要开始往上 开始往上画了 挪这张大纸是真的不容易啊 好,让同学们看一下这个位置 第二层山石是从画面的这个位置 第二层这个树 差不多这个位置开始起比的 从这儿 同学们看好 画到画面中间 从这儿开始 稍微的偏点右 画这样一个稍微带一点点变化的这个虚线 画出河岸的感觉来 再往上 第二层 有同学感觉想拿小的来画的 没有问题啊 这个尺寸只是老师随便给大家定了一个 稍微的大一点 因为很多同学 好像是比较期待画大画 但如果想画小的也没有问题 好,那咱们继续往右 其实这个实块的形状 跟咱们原画中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的 画画就是要有一点点变化 没有必要跟之前画的自己那一张 就这么相同 然后大体上 差不多就行了 老师平时是竖在板子上画的呀 但是如果老师竖在板子上画 同学们可怎么看呢 所以只能坚持坚持 大画咱也要横过来 放着桌子上 好 把轮廓再做一边加强 画出这个远处远景 加点水调弹幕 用这种匹麻尖点折带的感觉 去画出里面的这种结构内容 第一边用弹幕 第二边咱可以加一点点重磨在里面 画出来之后 非常的放松和流畅 对不对啊 所以同学们练书了之后啊 画这种村法线条会非常非常的流畅 也比字节开始画的比较慢的时候 效果也会好很多 这一层明显比底下要放松灵活了很多 画上几遍 咱就OK了 非常的漂亮 那画完了之后啊 咱们把这个小房子加上 这个小房子 从画面中咱可以稍微的往左边靠一下 我觉得可以画在这个位置 像这种小屋子同学们画都很熟 熟练的对吧 咱这个屋子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用几根线条画出墙面 然后画这个屋门就行了 好的 这就OK了 完全没有问题 画完了这一片屋子之后 咱在屋子后面 用非常淡的墨加一些远竖 加上之后咱再用淡墨加树叶 看看咱们虽然用的是这个生鲜纸 不是用的卡纸 但依然可以确保它不饮水 越往右 越往右 咱用的这个墨设计越重一点 墨的浓淡表现出来了 好 那下面咱们用中墨开始往右画 从这开始 再把这一层元素来分出层次 好 那现在咱用这种中墨往下点 先画一层中墨的元素 后面再加一层淡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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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去调试自己手中的这个笔墨 好 这是第一层啊 这是第一层 那现在呢 咱调点淡墨 咱们这个笔墨拿得近点吧 虽然有点危险 但是来回甩着调 太不方便了 调一点点淡墨在里面 上边咱再画上一层树 就这一层 下面咱再来一层 看老师怎么把这个浓淡和层次给大家分出来 现在咱用淡墨 两层元素 两层元素 树顶上 稍微的用一点点 中墨这样一表现 去分出它们的层次 现在啊 因为比较湿 同学们 听好 现在因为比较湿 可能咱看的不清楚 等干了之后 这个层次分的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好 底部咱可以稍微染一下 跟下面啊 融为一铁 好 画完之后 咱开始加下面的这一层 远山 一杯茶同学觉得老是画的现在画的这一张笔发的愚蚓壮 原稿要好看 其实也没有吧 两张差距也不大 只不过老师会在随时画的时候 会加一些自己的 这个个人的主观创造的感觉加进去 所以说每张画 作为一个画画的人 每张画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都有区别 好 加上十块 一层两层三层 换完之后 让点弹幕 撑架一下 一层一层 一层比一层要淡 等干了之后 咱可以再把这边的轮廓线 再给大家加一下 现在咱要画出上面这一层的 圆树 先勾树干 同学们看 这边这个树 已经渐渐的要干了 这个墨色层次一点一点的彰显出来 等干了之后 层次会很明显 因为后边就更远了 咱就要用弹幕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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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清远近和浓淡 为了让咱分出更多的层次 所以同学们看好 老师每一点几笔 都会回去再去重新把墨调一遍 因为每条一笔的墨色 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调成一模一样的浓淡 对吧 那这种变化 随着咱们这个用弹 习惯的养成 它就出现了 这不很简单吗 只是大点而已啊 好 一层一层有种风吹过的感觉 那么再往右 咱就不能再画这么多树了 对吧 咱可以适当的改一些小点子 在这个位置 打开点 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画面给积累出来 可能咱刚勾弯线画完这个村法之后 我同学们一看 感觉画的也没有多好看呀 没啥意思 其实实际上咱们一层一层的把这种该有的咱都加上 坚持到最后 这个效果才能出来 尤其是画大画 像在画花鸟中一笔一墨下去 哎呦 感觉好漂亮啊 那这种现象呢 在咱们山水中要弱一点 咱都是最后见真章 咱看到最后的时候 咱会不会出效果 好 稍微一点 可以了 然后调一点点淡漠 擦干一点点 用散风 在画面中 加一些水的感觉 也就是河岸啊 同学们 这是河岸啊 河岸旁边肯定会有一些水纹的 对吧 不能让咱这个石块 在这里显得特别孤独单调 稍微加一点点就可以 文梅同学问老师这个小树有多高啊 这老师还真没量过它有几公分 这个看自己这个估算 有自主的这个选择的能力 其实这个数大概有个四五公分这么高 高的矮一点的就三四公分 就差不多 在这个画面中啊 看一看比例 凭一种直觉去画 可能效果会更好 好 我们再画一下河岸 好嘞 那咱等它自然的去竿 现在把镜头的距离拉的远一点点 咱要画上面的山石了 再把画面 这样往下一拽 好的 露出顶部 咱就可以开始画了 放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 好 从这一片 这第二层 咱往上 调一点点 稍微重一点的墨色 咱又开始画沟轮廓线 傅智欣同学问老师有没有去过新疆写生 其实我比较期待 但是 很遗憾 没有这个缘分 去过新疆写生 听说新疆那个地方 会让人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节奏很慢 很辽阔 能看到地平线 很多单霞地貌之类的 那我只是听我的一些朋友 听说 好 往上 开始先勾轮廓线 好 小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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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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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种中锋的轮廓线 土人同学问老师 咱画的这属于什么画派 属于什么画派 其实咱不属于任何画派 不属于任何画派 因为老师在画画的时候 需要刻意的把一些那种名家的那种风格 尤其像咱们临摹的时候 会刻意的把这种比较带有个性的这种成分 给大家剔除出去 希望同学们自己选择出这样一条路 这不跟唱戏似的 像什么美派成派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画法 像如果我在这画一个 有富豹石这个风格的 有富豹石这个风格的 那可能喜欢李克兰的同学们就不乐意 我不想学这个 但是接上咱把这个特点稍微的给大家剥离 让大家自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路 那就对了 齐白石其实说过一句话 同学们现在挺好 现在挺好 就是学我者生 像我者 说是亡吧 因为那个话就不是很好听 反正就是 学我的人可以成功 但是像我的人成功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一位画家只有一种风格 如果第二位 这事有第一没第二的同学们 如果第二个画的跟第一个一模一样 那不管他画的再好 还不可能达到第一位画家的这个成就 这是咱们这个画山水的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画画都这样 像齐白石的这个学生 最最著名的 就是李克冉 李克冉画的画 跟齐白石完全不一样 而且像齐白石的画风 他那个弟子是非常非常多的 齐白石有很多学生 就是很像齐白石的画的 画的差不多的学生有很多很多 但是能唯一一个有成就的都没大有 就很普通 哎 毛大英说的对了 这个有创造性 这个还真跟咱们这个国粹啊 唱戏的还真不一样 你要说一个后生唱这个唱戏 哎呦 跟程彦秋那一样一样的 那叫好 那是明觉 但是在画画中 画的跟另一个人一模一样 那就是抄袭 那不行啊 行 咱继续往上画 甚至就是一张画 就是老师要教给同学们要画的这张大画啊 我也会在就是给同学们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改动 它不可能两张画的是一样的 那有什么意思呀 每张画画都一样 那画一张就可以结束艺术生涯了呀 反正第二张跟第一张它总是一模一样的 哦 临摩呀 如果是临摩的话 同学们先听好 老师推荐一开始临摩 临摩王蒙的 这个不是说我无人子弟 说我个人观念 因为王蒙的画很复杂 因为咱这个画画跟别的门类不一样 咱是由繁入简 而不是由简入繁 当然难度是由简入繁 但是画法啊 学习 咱要先画 复杂的 再去画那个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复杂的画 东西多呀 咱有营养 同学们学到东西 就很多 那这样 咱画出来这个画 进步就会很快 然后当自己练熟了 学会了 画繁为简了 那就成了 所以说我一开始推荐临这个宋画 或者是元代王蒙的 因为王蒙画的非常的细密复杂 而且他这个村法很讲究 一丝不苟 不会有那种 突然一笔 让人看不清的那种感觉 很少 所以我推荐画他的 就是那个袁思佳呀 袁思佳最年轻的那个 他用笔非常非常的牛 就是 就像尼赞就曾经说过他 也是袁思佳里面 说王侯比例能刚顶 五百年来无此君 就是说 就是王蒙用笔 那个劲儿 能把这个大顶给举起来 当然那是夸张的 就是说他用笔是很有力量的 用笔是非常有力量的 然后就是尼赞就夸他 就是说王侯比例能刚顶 五百年来无此君 就是五百年来就没有过这人 所以说我推荐他的 像尼赞的也都可以 袁思佳都行 袁思佳谁的最难化呀 就是皇宫旺的最难化 他真的是很难 尤其咱们第一节课 老师给大家介绍 记不记得那个傅春山居图 傅春山居图 现在临摩 国内能临得很好的人都不多 因为他那个笔墨太高极了 难度太大了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还想 其他的话呢 咱先拿铅笔7个R 然后找那种大图片 一笔一墨的临都能临他跟差不多 像个一墨一样都行 这真都不难 但是皇宫旺的那个傅春山居图 想临那个一墨一样太难了 目前来说我是没有见过 因为他那个笔墨变化太大了 又干又淡 实在是高级 不愧是在这个国内这个十大名画之一 散风 老师说多了 散风 往里加 这上面这一块 上面这个用笔用墨 跟底下相比 同学们能看出来吗 那就比较淡了 对不对 跟底下这种比较重的笔 上面要淡一点 用这种比较干涩的村笔画出山石的立体感 还有一点同学们听好 就是老师不推荐同学们 临摹现代画家的作品 尤其是风格很明显的 比方说咱要临富宝石的 你可以临他的画 也能临出来 他的画不是说就完全就难得画不出来 不是 还比较简单 富宝石的画 同学们如果在他上面吃功夫 那你只能画成富宝石 因为富宝石太牛了 不可能学他而超过他的 就是你这个思想会完全被他这个画面给掌控住 你会发现临摹的画你一笔都不敢改的 同学们听好 你临富宝石的画你一笔都不敢改 因为你一改你会发现别扭 一改就别扭 那就完了 咱那个脑子就完全被锁死了 可以多看 但尤其是近现代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大作 多看 会要去用手去临摹它 临摹临古画 为什么才有临摹 为什么才要临摹股画 并不是说 古人就画得多好 老师在这后骨波鲸 不是的 因为古人的画 没有太大的这种 个人风格在里面 他比较统一 同学们学了之后 自己会在上面加以变化 能明白吗 赵春秋 说实话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陈春丽同学 我不认识这个人 如果同学们想要学习一些 近现在的名家的话 我推荐像张古敏 像何嘉林 像中国美院的这种大家名家 像这种真正的不要画一些江湖画 像江湖画家的尽量不要去学 尽量不要去学 因为像那种怎么说呢 对同学们的帮助没有太大 那种是职业画家画那种画 他们是靠那个吃饭的 所以说他们画的每一张都一样 咱们是搞艺术的 而不是画匠 不知道同学们可不可以明白 这个绘画画跟艺术 这完全是两码事 艺术是需要学术的 需要学问 而画画就靠手就行了 咱知道怎么画 尤其像很多那种社会上的一些画家 比方说 某人会画葡萄 比方说 我姓王 如果我画葡萄画得非常好 就可能有个说话叫王葡萄 等等之类的 就画那种葡萄啊 那种牡丹的就是如果说我画这个牡丹非常好 我可能就要王牡丹 有很多这种小噱头很有意思 他们画这个葡萄 可能十年来画那个葡萄就长一个样 那这有什么意思呀 它唯一的意义就是能挣钱 所以说咱既然热爱艺术 咱就要去在自己的画面中去寻求变化 寻求多方面的这种 那个出路 而且就是在绘画界威望比较高的 不是炒作的那种 就是那种真的有真材实学的人 大部分都是那种大艺术家 而不是那种只会技术 而没有理论的这种画家 所以说同学们啊 在画画的时候 也一定要记得多看看书 多看看美术史啊 多看看这种理论的书籍 对同学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欧豪年 不好意思啊 老师也不知道他谁 我知道的画家还真不太多 我研究的方向都是古人 像古人的一些画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如果现在咱们那个画法中 咱们这个中国绘画分两派的话 老师觉得应该分为江湖派和学院派 我就是 我肯定是属于学院派的 因为我比较崇尚那种学院 比较科学 比较注重学术理论 这种比较扎实的基本功等等 我个人啊 老师只是说个人啊 并不是说同学们 同学们各有喜好都没有问题 个人 有个人倾向的是好的 但我比较崇尚那种 有文学功底的艺术 他也有一定学术支持 对 有同学说 书法就比较讲究学这个古人 这确实是的 什么用笔啊 等等之类的 他会有一种古人的这个影子在里面 好 咱们继续往里加 一定要加的时候 一层一层往里去加 不要着急 好 现在咱们往画面的这个 右侧 老师的毛笔出风多少 就三公分左右吧 好 从这个画面这个底部啊 稍微往上一点点 咱开始再继续往上画这一层 这个远山 了解国画史啊 就看中国美术史啊 中国美术史 当然老师会推荐同学们 也看看这个西方美术史 就是外国美术史 可以看看咱们这个东南亚的 像非洲 尤其是古希腊 意大利和法国 他们这个艺术文化 并不比咱中国那个弱 因为像希腊文化 像他们那种写实雕塑啊 等等之类的那种 艺术的出现 尤其淡彩画 就优化之前的淡彩画等等 甚至比咱中国画还要早一些 尤其 古希腊的一块 像埃及 那种正面绿 等等等等的那种画法 平画 都非常漂亮 而且我还推荐同学们看一下 咱们中国古代那种 陶罐上那种陶其文士 简直太美了 你无法想象 好几万年前的人 竟然能画得这么好 我到现在我都想不通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中国美术史 在网上就可以买到 很多版本写的都行 像 应该是像那种 像中国美术出版社 出版的那种大的出版社 出版的都是很有学术水平的 这个美术史不像一般的这种论文 论文是有个人倾向的 它都有一定的取舍 但是美术史都比较统一 每一个人写的 他没有太大的出入 不会说 比方说某位画家 他的画风是比较严谨的 比较精致的 而到了另一个版本 就会说他画得很狂妨 那肯定不会啊 所以说美术史 他写的都比较严谨 不严谨他也出版不了 他对他自己的学术 是一定要负责的 好剩下就是勾线 一层一层越来越大 老师就不给大家多说了 看老师怎么画 同学们如果现在正在画 咱就照着葫芦画瓢 如果没有办法 咱上课画 那就下课画 没问题 好 分出这一片 沾一点淡漠 其实老师刚刚说咱学院派 学院派 老师画的这个结构 比方说这种名乱关系 浓淡干尸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学院风的 但实际上这个构图 是比较典型的江湖画法 这我得承认 同学们应该能看出来 就比较适合挂在咱们 这个客厅后边 就是比较大气的 像那种环抱的那种感觉 还是比较有江湖风的 当然说 因为我并不抵触任何一种画法 因为每一种艺术的存在 那绝对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不会像某些那种 很极端的那种学者一样 会说这种就是好 那种就是差 我从来没有说过 这种问题 但实际上 每一种画法 它都有它自己的优点 和自己的特色 啊 半圆同学说 构图出现问题 偏高了 是什么 我画的偏高了 没有啊 应该就是差不多的 这感觉 这一块距离上面 还有这么两只手的距离 哎对 陈传理上面说的很对 存在就是合理的 能扩线 不够的情况下啊 咱俩网里去加一加 啊 构图不对啊 构图不对没有问题 半圆同学不要这么说啊 不要说自己画的不对 你要很有自信的说 老师我跟你画的不一样 这才是对的话 不要说自己不对 哪也不对 画画没有对错 你总不能像在正常生活中 你不可能跟一个人说 哎你不爱吃韭菜馅的饺子 你就不对 那能说这话吗 想说画质又不一样 就跟咱吃饭一样 我只是不爱吃 但我不能说我自己就弄错了 没这个 基本的这种画法 比方说咱这个浓淡干尸啊 多注意啊 如果说一不小心 哎 我觉得我画平了 那肯定是不对 正常的构图没有对错 老师画这个进度有点慢了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咱这个画要求的是比较仔细的 没有办法画得特别的快 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两个小时呢 能画到什么程度 那就画到什么程度 如果今天咱用的时间长一点 咱可能会拖会儿糖 或者说咱们下一节课 那怎么着也把它字字细细的弄完才行 老师的画法就是学院派的画法 只不过这个构图 它比较接地气 能明白吗 这构图没有问题 不是说学院派就非得有什么画法 也不是 就是学院派画法 就是正如八经的神仨点染 浓淡干尸 很传统 画完之后 再画完这边边 咱们把镜头的距离 拉到整个画面的最右侧 在底下这里还有一块 同学们一定得看好 距离底下的这一层山石 咱们稍微的往上靠一点 大概是这么三只左右 必须要这种一层一层石头的这种感觉 这个水才能蜿蜒着走过去 好 再沾一笔墨 往上一层 再往上 挑一下 好 画完之后 咱这里有一座小房子 小屋子 在这个河滩的最前端 好 画这个小屋子就行了 再用弹幕 在里面加这种村阀 一种匹麻村的这种感觉 到了咱们这个创作中 有些比较大的尺幅 咱就不要太纠结于这种 什么什么样的村阀了 没有必要 只要让咱画面好看 逮着什么 能用什么 好 咱把这个河岸画一下 再拿淡墨 很淡的 这边咱就用点很淡的墨了 在上面这一层 画上 因为这一层和上方 还有很淡很淡的远山 对不对 看一下怎么画 这边因为比较远了 所以咱就要这种沟村 应用 这边准备了 说中文是很淡的 调一笔摸底下 然后咱们慢慢的等它干就可以了 不要再给它加太多的这种笔墨了 它干了之后会比较淡的 咱把牌放在一边 画出咱们这个生石结构中 最后的这个左上角的一块 宣纸的话 崔珠同学问了个问题 就是咱这个如何用咱这个工具去画画的这个问题 老师觉得如果是尺幅特别大的话 我比较推荐在墙上画 因为咱画完之后可以随时 我不是说这个姿势舒服不舒服的原因 但是因为如果咱把这个墙挂在墙上的话 咱能看清时不时的画完之后 咱可以退回去是吧 退两步去看一看 如果在纸上 那咱不能踩这个凳子往下去看对吧 因为如果尺幅比较大的话 才不容易看出这个远处效果 挂在墙上也好很多 那如果不是太大的话 还是桌子上舒服一点 而且我经常用这个那个站着画画这种方式呢 我的这个肩部有时候会有一些酸痛 这也是可能伴随着一些这种画画这种小的后遗症之类的 同学们一定得注意 好 画出这个瀑布 这个瀑布 咱先把这个线勾出来 一会儿呢 因为这个瀑布旁边咱要染一点 染的重一点点 因为它有这个青苔 先勾线 把这个轮廓勾出来 好 注意哈 底下不要太靠下 底下一片是留白的 好 画出这个远处瀑布 里面的一些结构 再一笔 画出这个瀑布的另一边 好的 那下面画完了瀑布 咱就可以安心的把整个画面的这个左上角 咱就给它画全了 调一笔中等的墨色 从这边开始 画出这种很凌厉很干脆的这种感觉来 往上挪一挪 其实在这个地方老师可以小小的吐槽一下 就在这个直播间这个画画的姿势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难受 因为我看自己的画是一个倾斜面 因为我的头是在那后面的 我看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透视变化在里面的 我没有办法看到我这个画到底清晰的 是这个什么样子 每次我都得站起来之后 我才看 我原来画这个画是长这样的 我自己都看不清 所以只能克服这个困难 画出远处的这种比较裸露的山石 但是咱先不加数 其实这种勾线 同学们可能看不出来 其实是一种类似于折带寸的一种勾线 看到没有 一折一转的这种感觉 是类似于折带寸的 在这种感觉 还是待会和证明镜丝 就是所有感觉 什么温柔道 什么能够的 有一个和谷带寸的 我就是陈居所 所以我不可能看不出来 所以我会不会更加 看不出来 那因为你打到这个地方 有一些人 看不出来 那一天 在这个地方 有一天 。 用线像这种边缘的这个位置 尤其这种体量比较大的石块 咱可以大刀阔斧的果断去画 行李速度可以快一点 然后笔锋偏侧锋 勾完了线条之后 老规矩 咱有这种测封的这种村笔 在里面去加一下 时不时的如果轮廓线不清晰不明显 咱可以再去加以复钩 像这种地方 也可以点一些淡点子在里面 好的 招准一下咱这个瀑布的这个位置 然后调一笔稍微重一点点的墨色 但是不要很浓 稍微的重一点点 然后拿擦笔纸把它擦干 在靠近瀑布的这两端 注意啊水一定的少 如果太多的话 那瀑布突然会被压住 咱就没有办法补救了 瀑布两边咱用这种颜色来稍微加重 这是为什么 老师之前在讲瀑布这一节说过 因为凡是瀑布流水的地方 它都会长这种苔藓 绿的很明显 同学们在这个景区会经常看这种瀑布 不管大小尤其这种很大的瀑布 两边都会有这种很滑 很黏的这种苔藓附着在这个岩石的周围 所以说咱一般呢 把瀑布两边画得多重一点点 像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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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这些地方让它自己去干 咱把旁边这些山石咱开始丰富一下画面 从树顶开始吧 咱开始画画树顶的这些树 山顶的这些树 不好意思啊,老师最右飘了 站一点点周末 这里开始想上画 先离干 结构不明显的地方 随时去填补,随时去加 就是咱刚刚有同学我记得说了 老师我这个画面突然干了就淡了 咱就只能用这种办法 就不停地去往里加 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不管有什么样的墨 它干了都会淡的 这是它的化学特性 墨加了水之后 它会显得比较重 干了之后恢复原样 还有同学说咱们今天这课这个树真的是很多对吧 那这一点老师是承认的哈 它这个树真的非常多 但是就是这么多密密麻麻的树 才能把咱这个看起来非常空旷的这个画面 咱才能让它丰富起来呀 这是离不开这些树的功劳的 瀑布上面大概是一支左右 然后这块石头啊 山间也会有这种树的造型 它们是配合着的胎点是一起去表现的哈 就这一块山石 就是画的非常仔细的这一块 它是又有拍点 又有树墨 咱不能让这些树孤零零的在这对吧 可以让它们再进行 看这个是什么 这些树就是觉得 我们是在简直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让它们一起上去 现在我们能够个人给看 好像是重新的颜色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们放在这个颜色 这样子 像好 好,周边再要离干 可以点的稍微的密集一点啊 然后下面这一层也很重要 也需要加树 今天虽然说这些树呢 都不是那么的复杂 但实际上老师那么大约一估算 能画的树得有数百颗之多 觉得很多 只不过体量很小而已 所以同学们呢 对这个树咱得注意起来 咱得提高注意力 因为它们很重要 在树上废的功夫 可能比在山石上还要多 因为咱这个画必须得画得很深入 才能去上颜色 浅降浅降 就是用这种很淡的颜色去画 主要还是这个墨色 清空飘絮同学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老师也比较认可 这些课基本把以前学的各种石头这种画法 树全给综合在一块了 所以除去咱没有用这种夹叶点之外 基本上哪里都用了一点点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的教学 教同学们画画 必须得由这种比较简单 这种比较小的画面 再转到这种比较复杂比较大的呢 同学们想象一下 就咱对这个笔墨就没有上一节课 这个26节课这么深入的这个探讨的话 直接从咱们第一节匹麻村 就拿出这么大的画面来教给同学们 那咱这直接 对吧 就没有信心了呀 那就没有这种兴趣了 就感觉画这么难 哪能一下接受呢 咱一定得学会了走 咱能跑起来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 不管咱年龄如何 只要重新开始 咱得踏踏实实的去学它 好 哦 好 ед 来 嗯 嗯 把这种山腰间的这些树一画 整个前后关系拉的是比较开 而且这个石块显得很丰富了 没有一开始那么 感觉全是石头螺在一起 那么孤零零的单调 但是树这个浓淡一定得区分开 如果墨色太过统一 同学们可能觉得我这画的差不多 但实际上这里已经渐渐变干了 它们是有浓淡变化在里面的 山顶上咱可以画上即兴 加上两棵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小松树在里面 松针就没有必要去画了 这也可以用点来代替 如果在这里用松针的话 那已经看不出来了 那已经看不出来了 用一些竖点 丰富一下画面 没有啊同学们 老师后面这些墨色比前面是要淡的 因为现在是湿的 所以看不出来 同学们看这个位置 现在已经开始干了 对吧 现在已经变淡了 还是前面的更重 当然整体画面中 这个树的墨色区别没有太大 这是为什么 因为即使是这个位置 咱画的是一个大圆景 森林木同学 还有同学们都挺好 咱们画的是一个大圆景 场景很大 所以说没有那种很高大的树 没有必要把树都画得太实 整体来说 它们不论前后都是比较虚的 所以说墨色的差距呢 没有必要画得如此之明显 但是也能看出来的 好的 一点一点的把后面这些树叶点加上去 希望你家 希望你家 好 其实这边呢 也是用了比较淡的这种墨色 只是同学们都知道 咱这个只要一加了水 往这个宣纸上一画 它就看不出来了 寧静世远同学 给了老师一顿好夸呀 其实也不是 其实老师在教同学们画画这个过程中 其实自己也是有进步的 因为咱不管学到什么程度 这个艺术的生涯 它是无穷无尽的 老师在教同学们的时候 教同学们画画呀 看同学们进步 其实自己也有很大的进步 说很大的进步 那有点夸张 但是进步 我自己觉得还是有的 老师最高兴的呢 并不是说自己画一张画感觉自己多满意 尤其我从教学以来 看同学们自己一点一点的进步 然后我才发现 其实看着自己的学生 一天一天的变好 这件事真的是很让我开心 老师的画外音 对 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山上呢 咱也可以稍微的打一点点台点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那就是老师两个盘子中的墨 都已经用光了 咱们今天倒的墨一点都没浪费 全用光了 包括咱这个画 咱只是勾了一个大轮廓 好了 黄冰红先生画画的时候 就有一个讲究 画画它要有三个盘子 一个成墨 一个成水 一个调墨 三个瓷盘放在一起 每张画画完 三个盘子都是干净的 水用净了 墨用净了 调出来的墨盘也都用净了 但是这个画我觉得有点玄乎 谁能掌控这么好呢 那不现实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黄老先生画画 对这个笔墨的掌控实在是太高深了 很明显 咱们这次把墨用完的缘故 并不是说咱用墨掌控了有多好 而是因为咱这个画太大了 但是倒的墨有点少 好的 那今天咱们这幅画呢 就暂时画到这里了 除去画面的左上角 这里没有画树 画面的右侧 整个的远山 咱还没有把这些树画上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呢 咱们把这个外部的大轮廓 还是勾的是比较仔细的 对吧 同学们能看出来吗 其实还是比较仔细的 所以说 好 咱们下一个周一 再继续去画这一张画 好吗 好吗 同学们 咱们这一节课呢 就暂时画到这里 然后一会儿啊 我会把这张画画的什么程度 我先拍个照片 会发到咱们群里 好吧 现在啊 咱是一定要把它画得很深入 咱们才能继续去上颜色 能明白吗 同学们 好 那今天咱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老师提醒大家一下 咱们马上还有一次要发一个大礼包 需要同学们有一定的这个作业提交率 才可以 同学们现在要听好了 要有一定的作业提交率 咱们这个班 画的应该是最棒的最好的 但是咱们这个班的作业提交率 也可能是最低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班级的这个作业提交率 咱这班很少 但是咱并不以这个画作业为目的 对不对啊 咱以画好为目的 但是 有很多同学我至今都不知道 你们这个画到底是什么样子 能明白吗 所以啊 我才几年来要把作业交上来 今天呢 虽然说咱这个画没画完 同学们可以把平时这种作业啊 自己画这种小画啊 都交上来就可以了 因为营运老师呢 就在我旁边 他画的那 他在点评的时候 我都会看见的 我都知道大家会画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会分析大家的画 然后进行在明天的课程 然后怎么样去进步啊 再画到什么程度了 我都需要去思考的 好吧 行 老师画的说有点多 然后今天有点脱糖 没有关系 对 对